哈喽大家好,我是Alysis 今天这个视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一款色香味俱全的炒饭 那就是菠萝炒饭 单看外表大家可能已经觉得很好吃了 而且做这菠萝炒饭一点也不难 就让我分享给大家知道它的简单做法吧 我介绍一下材料 这里有菠萝一个,肉松一些,白米饭三到四碗 还有一些虾仁袋子 鸡肉切小块,洋葱,干葱头,青椒,葡萄干和两只鸡蛋 调味料方面只有盐,酱油和少许生粉 至于各材料的分量我们可以随意一些加加减减 另外想这炒饭更漂亮一些和好吃香一些 还有一秘密调味料,那就是黄姜粉 这黄姜粉可以令到做出来的炒饭 看起来黄黄的很漂亮 硬炒饭带着淡淡的香味 我们先帮鸡肉调调味 用少许酱油和生粉 把鸡肉腌大约10分钟 另外因为这次用的是冷藏虾仁 我们用一茶匙的盐把虾仁腌大约10分钟左右 然后用清水把虾仁的盐洗掉 这样有助去除冷藏虾仁的血肠味 洗干净后用厨房纸抹干水分 现在我们开始切菠萝 我们把菠萝的三分之一切去 然后把菠萝的肉取出来 像现在这样子 接着在鸡蛋里加少许盐打发均匀 袋子我们要先把它出一出水 现在我们烧热一些油 先把鸡肉炒熟 接着再把虾肉也炒熟 再接着开始炒配料 首先是洋葱 接着是干葱头 和青椒粒 把它们炒香 跟着就可以把刚才炒好的鸡肉和虾仁 还有袋子放进去 拌炒大约是三四十秒 再把它们先盛起备用 现在我们开始准备炒蛋和炒饭 还记得我之前提过的秘诀吗 就是热锅冷油去炒蛋 这样炒出来的蛋才够滑 炒到差不多的时候 我们就把饭加进去 和蛋一起炒 我们把蛋和饭像这样子 一直不断翻炒几分钟 炒到像现在这样子 就可以把刚才炒好的配料 全部都加进去 再把它们拌炒均匀 接着我们倒入少许的盐 还有少许酱油 当然还有黄姜粉 把它们拌炒均匀 最后再加入菠萝 还有肉松 和一些葡萄干 把所有材料都拌炒均匀 这样我们的菠萝炒饭就完成了 给大家看一看 这就是我们刚做出来的菠萝炒饭 把这菠萝炒饭用原汁菠萝承载 是不是脉象一流很好看呢 虽然做的程序是比较多 但做法是非常简单的 大家也试试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 看一看 billion 1 3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